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推特上他发表声明表示道歉 他有点表示道歉 道歉的理由就是说他没有完全感谢马斯克 但是马斯克做的事情在他接管之后 砍掉一半雇员 他说雇员是7500人 他公司其实不到一万人 砍掉7500人的50% 多西表示道歉 他认为在他掌控的推特的时候 发展太快 他说发展太快 公司是一个好公司 但是他太急于发展了 急于扩大 但是公司的步伐 就整个他整体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问题 那原因他跟马斯克本身的关系 两个人是大概是老朋友 所以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面 所以他看到马斯克的做法 他也非常 他认为马斯克是非常具有能力的 他曾经也说过 早期就解释过 能够解决推特的只有马斯克 所以这是他的讲述 那他道歉是向那些被开除的员工道歉 他说那被开除员工 他说那你们被开除了是我造成的 如果我当初不急于让公司如此快速的膨胀的话 就招这么多人的话 他说这个也不至于有今天的这个场面 但同时他强调了公司是个好公司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他说是个股东 但这里没说是不是马斯克 要是不是这个多西 那股东呢就一直强烈支持马斯克的做法 所以马斯克对员工的做法 对所有这些人的做法 我还是说那句话 我愿意把它看成是推特的员工 遭到的报应 遭到报应 在两年前 在美国选举的时候 那其实包括多西 同样 杰克多西同样是遭到报应 他一手创建起来的公司 对吧 他他甭管他是有多少钱 有这个有那个 但是呢 在他的运作中 公司出现了极端的极端的麻烦跟错误 在他的带领下 那在对美国大选当中 他产生的作用就是左右跟欺诈了一切 而他的地方却成为了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的 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泽东思想跟随者的老巢 左派 那你们不遭到报应 谁遭到报应 我们姑且不论什么经济啊 这个应该 那都是表象 那都是表象 那作为推特的员工遭到报应 是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 那在当初2020年 当你们看到川普一这样的方式遭到虐待的时候 川普的支持者遭到痛苦的时候 你们不都是开怀唱瘾的吗 所以这是这是这是要明白 我比如说陶哥那你就管我一根毛事都没关系 啊 光我一根毛都没关系 我们讲出的是一个道理 希望能够看我节目的朋友 你什么都不信的背景之下 能够信点什么 就不要砸你自个脑子上 连一根毛你都留不了 你个凸瓢 我跟你说比那灯泡还亮 让你连一根毛都留不下 你会遭到那样的报应 何必呢 对不对 何必呢 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跟自己的理念有关 跟自己的生命认知有关 对吧 所以这是 我觉得这是故事就是这样 这样存在的 那马斯克刚才在一个小时之前 这是我刚才看到的一些内容啊 他说有关推特的搜索引擎 要进行大改变 他想起的是98年 他说98年的时候叫Infoseek 那我就不懂了 肯定做电脑朋友是知道 他就引用了当时的Infoseek 他说Infoseek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所以推特会引用当年的Infoseek的做法 那些软体的做法 来promotion 所以那下面呢 有一个人 大概有一个人去追选了 就是谈到了这个 有关搜索引擎的问题 在有关推特的app上 是在他的app上就有呢 还是在哪哪可以用 那马斯克的回复就是说呢 一定要把搜索的部分呢 给他加强 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Face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 马上要做的 首当其冲的 马上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是 这是马斯克很公开 向所有人很公开 他的想法 他的做法 他的想法 这是一个很特别 很特别 而在两个小时之前 大概下五点半 五点四十 他就表示了 对推特的改变 那首先 推特是有数字限制的 他要把这个给改了 他说那个数字限制 简直是个狗屁 狗屁不如的东西 没这么说 人家有文化 就是狗屁 简直是太糟糕的东西 所以 他很快 推特将有能力 加上长文 你想打多少次 打多少次 这个东西呢 我们不好说 我只能说不好说 这个推特 当时推特起来的时候 跟他的限制数字 是有关系的 我从来没做过电脑 我才不知道 我电脑很忙着 那 Facebook上 是没有数字限制 推特上 有数字限制 他来增加流量 就是增加的转手率 推特的这种快 那做个对比呢 在这个YouTube 视频时间 是没有限制的 当然说 刚刚上来的人 刚刚新手 你不能够 超过15分钟 那当你 做了一段时间 你就完全可以 超过15分钟 但是 在这个抖音上 是反的 它是短的 对吧 是短的 所以长跟短呢 这只能说 看老板的需要 就是 看时代 跟老板的需要 在一个完全 动荡的社会 推特经历了 是完全动荡的社会 短文 短的东西 是有它道理的 那抖音 也是从 就这两 就这么几年 就起来了 这几年 是视材变化 就是乱七八糟 太乱 当事到 这么讲吧 事到太乱的时候 是短的东西快 因为 大家只想知道 就像看我节目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你赶快报完 报完赶快走人 骂我 看我节目 报完赶快走人 都是这个 它不需要任何 它只需要知道 它想知道 它什么都不知道 它比你横 没干什么 借钱的 就是 抢别人钱的 比被抢的横多了 现在都是这个 在这种情况下 那短的是 那我 我只能说 我们不好评价 它任何 我觉得不好评价 它任何东西了 那紧接着 它下面呢 就又跟了一句话 这个是非常改变的 它说 所有创作的人 可以能够挣广告费 就是会加上付 就是是有报酬的 这种做法 而有报酬做法呢 它说包括 它说各种形式 如果各种形式了 你的文字 你的图片 你的视频 就是你只要推特上 推出任何东西 你哪么 弄一个逗号 包括音乐 那它再上附加广告之后 如果在你的推文上 附加广告 它模仿YouTube 在你的推文上 附加广告的话 那就是有钱了 那这样就会给 creator钱 跟我们现在做YouTube 是一样的 那这个东西 就完全不同了 完完全全跟它推特 完完全全不同了 它的复杂程度 你别看它推出了 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复杂程度 跟它的这种 刺激推特的成长量 那是无尽的 人们赚钱太难了 人们拍视频太难了 对吧 人们会粉红这个娜娜 那它等于是这个做法 会把推特跟这个 跟这个抖音 立刻就并行在一起了 因为推特一般都是这么实的 竖着实的 我拍一个15秒的视频 牛脸上去了 然后我能挂上广告 推特给我广告 然后进行 大家一半一半分成 那推特就疯了 但它怎么管理 太复杂了 有一个最大的管理的问题 就是广告 对吧 但是呢 它会非常刺激 非常多的 这个 刺激非常多的 这个 应该叫什么 创作者 拥有创作能力的人 因为它推特不像YouTube 对吧 你在YouTube上 它有很多固定的形式 推特什么固定的形式都没有 你写个字 打 都可以 我刚才跟大家解释 它是不可想象的爆炸式的增长 但是 它如何管理 比如说copyright 图片 跟视频 现在在推特上 没有 没有一个 很多用视频的 都是 没有copyright 大家随便抄的 我看过 比如说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 对吧 就像说跳楼 很多 所谓推特大户 是把它看到的 它给摘下来 下载下来 然后贬成它的 大家听懂了 原推文不是它的 它是从一个 别人的那儿拿下来 下载之后 变成它的推出去 那原始的人 才是有没有版权的人 因为你挂广告了 没有钱 就没有广告 版权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当你挂上钱的时候 那就完全不同了 所以推特如何管理 不知道 因为这个非常复杂 这个是非常复杂 所以但这是一个 巨大的变革 就可以让推特 推特活跃的人 是三亿多 两亿多账号 那拥有大的账号的人 拥有大的账号的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最终是有多少 我个人没有多少 才四万多 那有些人都是 几上百万的 但很多是假的 对不对 我早期跟大家说过 五块钱 五个美元 买一万个Follow 那他要伴随着 清理假账号 肯定的 要伴随清理这些僵尸账号 那在清理僵尸账号的时候 我就在这儿跟大家介绍 他已经在 在推出 在报道当中说 他已经今天开始推出 八块钱给一个蓝钩 对吧 就八个美元 一个月收费 然后在你名字上画个钩 蓝色 他现在名字是白色的钩 我查我 那上没有蓝钩 但是我不知道 他现在有 有几百万个蓝钩 大概超过十万 或者二十万的Follows 会有这个蓝钩 我没有 可是呢 你新注册的 如果你想update的话 我刚才去这个推特上 我看到他说 如果你有update 因为你推特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没有那个加八块钱 他不会update 所以如果有update的话 每月给他八块钱 你就可以混一个蓝钩 那混个蓝钩 在身份就不同了 所以人们已经提出来 那我这个自动积累了三十万的Follow 已经有蓝钩了 跟你那个花八块钱 回到市场花八块钱 每个月挂个蓝钩 有什么待遇上的差距 不知道 没有 但是 马斯克的动手极快 这是真的 动手极快 下手极快 做法极快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试一把 如果他真的能给我一个钩 八块钱 我们试一把 因为终归我们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的 以这个作为平台 我们活跃 我们看看是什么样 所以这是马斯克做事情的 恐怕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在太多的人在讨论的时候 他已经落座了 所以真正 我想朋友们能够理解 马斯克也好 川普也好 班农也好 真正有所成就的人 他不会做团队讨论 有时候桃哥 你说话绝了 我说的是这么个含义 意思 他的团队讨论 只是他听一下意见 但做决定 和他 当需要雷厉风行 就是说 我马上就得这么做的话 我就做了 为什么 他对自我的信任 对失败与成功本身的判断 早在他的命理当中 绝大多数现在受到训练的人 不具备这样的判断能力 因为你输不起 因为受过教育的人 总要把自己扮演成完美的什么东西 所以你就输定 你输定了什么意思 你永远不是你 你永远给别人打工 你永远去退卸责任 你永远就是到点吃饭的家伙 我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我阐述的是这么一个生命的不同 你永远不是你 你永远是这么一样的 我贬任 你永远是特别人